请 老爷子 怎么办 舒心是向我下手了 我能怎么办 他要是失去手段了 但是层住不穷的 怪就怪的 你跟常瑞雪啊 相逢得太晚 这还是我亲爸呢 爸 咱明天早上吃什么呀 那这我 你也在呢 你们两个人聊什么呢 讲给我听听吧 我们在聊那皮特呢 你说这皮特也是的啊 说得好好的怎么又不来了呢 要是真能把书改成图书馆 那真是个好事 是啊 你说我这一辈子跟书打交道 如果能看着咱们这些书 能有个好归宿 我死都瞑目了 不过呀 就怕人家皮特先生 看不上咱们这个小地方啊 这可说不定哦 让我看看 我不知道 你怎么看 银行 原来 拿人家皮特一点 但我那是把这颜色的 让你打算 你把多干吧 你怎么看 特别人那个 我还没 chicken 看什么 我看我 就这么好 这个项目要是下来的话 你就不是司机了 到时候我跟贺总说 正式调入我们海外市场部 委屈你一下 当我助理 真的 马总 赶紧干吧 好 老师 还有点时间 吃个早点 谢谢 马总 眼镜不戴着 不不不不 贺总交代 你公司必须得戴着 大家早上起来 一个人没用我戴什么眼镜 你还是戴什么 我不戴 你想不想吃饭 想不想吃饭 想吃 那怎么办 这么多老是 我又帅儿 而是 你还能吃饭 那就是 你才有严肆 你自己都能吃饭 他就不喜欢吃饭 看到我 一朵奇葩 我看你才是奇葩 刚才马总一把情况都说了 大家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看法 说一说 那我先开个头 说吧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这个方案虽然大胆 但也不是不可行 对 我同意张经理的看法 先不说别的 先说这个水果酒的市场潜力来看 那是四个字 有待开发 当然啊 这个是除葡萄酒以外的水果酒市场 有一组数据 可以说明了 可以啊 我什么时候没看过你这么高坦坤伦伦伦 背了很长时间吧 你小时候可没这本事啊 你猜吧 其实我厉害你 欣赏你这个自信劲 诸葦 诸葦 那我说说你 你说说 我说你 这个咱们那个市场 屋里边啊 嗯 就是很单的东西 啊 主要是那个 咱们这个 有没有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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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回一趟家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觉得有事 那你回去吧 各位 实在是对不住 不用跟别人谈到 我同意了 快去吧 行 你个 小夏呢 回头会把会议记录给你的 好吧 行 行 好嘞 快去吧 哎 第一幕边没之前 不是还有第二幕边吗 爸 给谁发信息呢 给志伍发了条信息让他回来 不是 你给他发什么信息啊 今天是书屋 历史性的一刻 我得让他回来一块见证一下呀 哎呀不就签个合同吗至于吗 你给我看看你得写什么 爷发完了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皮特 我记得皮特喜欢吃咱们这个绿豆糕是吧 你去小杨舟给人买半斤回来好不好 哎呀不用不用 签个合同干嘛呀兴师当中啊 这是礼数嘛不能代买人家的 快去快去去 哎呀不用了 快去去去去 好 真是 小杨舟啊那家正宗 好好吃啊吃啊 喝点茶吧 烧点水 等人家来 刚才大家都说了自己的看法 还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散会了 贺总 那个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数据需要讨论一下 正好今天来您提 您跟我们指示一下 什么数据 就是关于市场回报率的事 还有这个721D块用金那么低 哪儿呢 您别找了那里没有 在电脑里 小杨 给贺总打开看看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吧 贺总这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马总 马总就是网上那个导游男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咱们以后就是合作关系了 自己人啊 提点先生 那以后 你就是我的领导了 哎不敢当不敢当 喝点茶 好好好 老爷子 是我 这我愣着干什么 快进来 进来啊 这位一定就是马先生了 苏老先生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 这我 比方点儿 这我主要是没想到 皮特先生你这么年轻啊 您就是皮特先生 谢谢 谢谢 刚才老爷子 在短信上已经把情况跟我说了 我想问您一下 您是哪个慈善基金会的董事 我的这个慈善基金啊 就是 马师傅 有你怎么问人家的吗 真是没礼貌 过来去那个厨房 对 您是哪个慈善基金 问什么问呢 你去厨房做个水和蛋 真没礼貌 你们俩啊 进去 马师傅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不到书好 看不到我爸好是不是 你怕书改建了以后 你捞不着对吗 书记 你别在这儿无力去弄行不行 我告诉你 这合同肯定有问题 我看有问题是你 这个人我怎么在哪儿见过呢 那个合约准备怎么样了 你放心好了 全部都弄出了 我跟你讲啊 一定要是全英文的 你晓得吗 知道了 我告诉你放心吧 对了 我上次好像看见他跟你在一起说话 是不是 不是 我警告你啊 你给我闭嘴 主要是公司之前派我去国外 负责那个项目了 怠慢了这边 但是呢 对于把海天书屋改建成图书馆呢 董事局呢 是一致通过的 所以呢 这次我就把合同给带过来了 您就过目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把它欠了 没问题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像皮特先生这种少年英才 能用赤子之心服于民 当今少见的 我想啊 没问题 我放一百个心啊 只是 那个 那个书目分类方法 在合同里面有没有体现呢 写了写了 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写的 完全按照老先生里的医院来写的 好好好 我看一看啊 好好好 爸 爸 这上面都是英文 你哪能看得懂啊 我来帮你看啊 没问题没问题 都是按照你说的那样写的 来来来 是啊 在这儿签 对对就这儿 乙方 这儿啊 签在这儿就这里啊 乙方 好 这边啊 对对对对 这里这里 来啦 来啦 收货带来啦 来啦 好 一人 我给你再来 订阅 呢 怎么可能 一个人 一步的话 恐怕发了个人 谁也系啦 怪你什么事啊 神经病 怎么样 这招还用吗 你看他俩脸 有红到白 有白到青啊 谁让他亲小人院军死的 火盖这下吧 就大了吧 火盖 你说小夏进去半天呢 怎么一点空点没有啊 你说 不是 这叫爆发钱的瓶颈 你等着 那倒在那儿小夏呀 马上就成宝贵了 行行行 看着我 跟我说话不看着我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到底是不是你捣的鬼 真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连我你敢骗 我从来不骗人 行啦 没事了 你走吧 贺总 这个方案 是马总想了很久 然后 亲自熬了几个通宵做的 嗯 我知道了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他在我心里 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马总 我觉得其他的 都不重要 行了 回去了 我走 好小的 这么不没看错你 没问题 您都开口了 我怎么会不答应呢 我会安排好人的 马之五 他算什么东西啊 我跟你们说 就看贺总什么状态 这事我会办好的 那我挂了啊 没让姓马子看 自己出手的表现 我跟你说啊 我连下期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抓牌这镜头啊 不 他还真是个奇葩 什么胆大妄为的事都敢干 精英是这么好装的吗 也就糊弄糊弄贺总嘛 咱们几个 跟贺总多长时间了 有十年了吗 有十年了 是十二年 十二年了 兄弟们 还记得吗 那会儿咱们海达 只有两间办公室 除了贺总 咱们所有人都挤在一块儿 记得 记得 咱咱们都不记得 那会儿咱们一周啊 工作七天 责任苦啊 但是有关照 是吧 是啊 那会儿啊 我们就想着 把海达做大做强 让那些瞧不起 我们海达的人 知道我们海达 不是吃素的 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 难哪 贺总就是越来越糊涂 才让马柱这样的人 有机可成啊 这里面有很多专业用语 我回去要问一下我朋友 晚上给你 行吗 那行 那就太麻烦你了 你找我来就是问这事 对了 还问你呢 就是那男孩儿围在找你 马之舞 你终于肯讲重点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终点呢 与恨 用中文怎么讲 嫉妒 你在嫉妒冯家俊 什么意思啊 我嫉妒他干什么呀 因为他是我朋友 你不是 你说你这孩子 你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以我的社会经验告诉我 那个孩子不是什么好孩子 最好不要接触他 我不用你来告诉我 我有自己的分辨的能力 我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 行 行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要一个女孩子 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够了 你怎么和我爸爸一样 过去我以为 你是一个善良 正直的人 是被人误解了 看来是我错了 你和别人一样 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 一旦有机会他就跳出来 即使是这样 但是也容易被人一眼就看穿 因为他就是虚伪 卑鄙 他约了我今天见面 看最好的风景 谢了 是听不出好来话的 没有 М失误 你好 你好 阿森 走吧 你迟到了 我对不起 喂 铁头 什么事啊 这么活 这事啊就这么定了 听我的 明天我就把小赵和小吴 派到你部门去啊 你呢 别有任何的顾忌 甩开膀子好好给我干 有什么事我顶着 好 我现在有点事 回头再说 喂 喂 喂 给我挂了呢 铁军 你打算带我去哪里 我要带你去全上海 最有特色 最有味道的地方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好吧 你真打算让志武把方案做起来 方案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你先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志武的方案你要三思 不能马上立下 我知道了 一定是老张和老刘 在你背后脚尔根子了是吗 你知道他们今天在会议上 都干了些什么事吗 行了 拆在我家后院来了 找本事了 铁军 没有 他们没有跟我过座 打住 芝麻糊的方案做得非常好 我为什么不能理想 因为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我这碗水没有端平是吗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顾忌 但是人家芝麻糊没有让我为难啊 我告诉你 一 芝麻糊的方案做得确实不错 虽说有不成熟的地方 但是跟老张那个方案比 人家强多了 老张那个方案 他纯属就应付差事 二 芝麻糊的围着你我都很清楚 他就不是挑事的人 关键就是老张和老刘他们小心眼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不能 你知道老张怎么使坏的吗 他们暗提地穿透着芝麻糊 提早交方案 然后背着芝麻糊呢 又把这个方案说成了一泼屎 现在还有脸告状 我当时没掀桌子就给他们面子了 面子 从一开始你就没把这事处理好 就为了顾及你那点面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站住 来 安久恒 你就让智武从基层做起 再慢慢生他的职不是挺好 他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他不会觉得你亏待了他 可是你呢 你为了你的面子 非要在他面前装大了 非要把他往天上吹 你可是老总啊 一言九鼎 你怎么能够胡说八道 就算我把牛皮吹大了 穿帮了怎么了 铁军 人心是会变的 过去 你靠你的拼劲 靠那股不要命的闯劲 让他们扶你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你要靠你的管理 靠你的领导能力 靠你为人处事 行行行 我的手下我知道怎么管 你别跟我说大道理 為了小赵 甚麼 陳臉 你等一下 這怎麼可能啊 没 我没激动 我只是没想到 陈连胜会做出这种事 那这批货 是不是还在验收没有入库 好 你先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退回去 还有 这是我的大意 你不用自责 出什么事了 您护照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 您的来电信息将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 感谢您来电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娱乐 骗你面子 你还真把自己当父母 过得 过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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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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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我的吧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他的 我就告诉你 那个小子不是个好的 你不听啊 错了吧 错了 我拿他当朋友 他骗我 他是坏人 其实也不能怪你 我小的时候也觉得 这个世上没有坏人 哪儿哪儿都是阳光灿烂 哪儿哪儿都是天堂 但是你记得 这个世上好人还是多的 坏人是少数 我知道 你就是好人 你了解我多少 你就敢说我是好人 缺席眼儿 好了 走吧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这事你别管了 我自己会处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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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